現在要來介紹的景點是萊茵河 萊茵河在他們古塞爾特語的意思是清澈潔淨的意思 它全長有1326公里 由今四個國家 瑞士、法國、德國 到了荷蘭出北海 也就是注入了大西洋 自古以來就是一條黃金河道 他們經常都是以萊茵河來運輸貨物 所以萊茵河兩旁出現了非常多的城堡 許許多的城堡在萊茵河兩旁 萊茵河兩旁也有很多的農作物 有萊茵河的古地 兩旁就是種了很多的葡萄園 它利用萊茵河日照的光線 種植了金楊的葡萄 在萊茵河最精華的一段 也就是聖高到波爬這一段 也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SCO 列為世界人類的遺產 在聖高阿的附近 有羅雷來的岩石 然後羅雷來女妖 著名的風景點 以及在聖高阿這個點 也是萊茵河唯一一個點 可以同時看到三個城堡 在聖高阿這邊可以看到聖高阿城堡 以及萊茵河城堡 以及貓寶三個城堡 阿城堡 阿城堡 有上朝堡 在聖高阿城堡